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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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中有题 粗中有戏 灼中见灵 透露出强烈的装饰艺术效果 形成了独有的南京地域风格 2014年央视春晚 一套唯妙唯孝的十二生肖剪纸作品 呈现在难忘今宵的大屏幕背景之上 而这套剪纸作品的创作者 正是来自南京的剪纸大师张芳林 在全国中都剪纸产地中 能够连续三年进入僵尸王会 可能目前就我们南京剪纸 张芳林出生于剪纸世家 传道张芳林已经是第四代了 从我的太婆 我的舅爷爷 包括我的父亲 爷爷 都是做这行的 我家父亲还有其他的一些剪纸艺人 就是在那个长江的中下游 那时候叫跑马腾 就从武湖 南京 上海 这一带就是做像那个码头艺人 就流浪艺人一样的 就是到处做剪纸 张芳林的父亲张吉根 是南京剪纸的代表人物之一 素有金陵神剪章的美称 1979年 张吉根成为第一批 代表中国出访的剪纸艺术家 他用一把剪刀和一双巧手 征服了当地观众 第一次去的是挪威 当地的看到这个剪刀 又不要画 又不要弄 剪那个两手 跟于配合这个纸剪刀 各种各样的发疗鱼章都出来了 就是觉得你这个剪刀 是不是有特别制作的 然后这纸张呢 是不是有隐形的 第二天他们那个当地的报纸 就是发表了一篇 就是用剪刀变魔术的人 来自东方的神奇的剪纸张 在父辈的耳濡目染下 张芳林在八岁时 就拿起剪刀 开始了他的剪纸生涯 我八岁呢就是上小学的时候 我们做一些比较粗的 就是那个过年那个春节的时候 挂在门上的门前 卖一点钱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学费 很少很少 十四岁那一年 张芳林进入了南京民间工艺社 做学徒 开始系统性的学习剪纸 修一个克制相应的比较艰难一点 但是真正要修会剪纸的话 确实是非常好 他要求包括你的工具 两个手的配合 还有剪刀的话 你要是摸不好的话 他就翻口 都有很多问题 东边手抓不住的时候 那个剪纸 让它就散开来 就是那个摇不住 但是也在做 你要是不做的话 你下面就更越剪越闪越剪越闪 三年满师后 十七岁的张芳林下定决心 要把剪纸 作为自己一生的职业 但是残酷的现实 马上狠狠打击了他 他的满腔梦想 很快就被击碎了 有一段时间就是历史原因 然后我们对这个 有些传统的东西 就当成那个文化的糟粕 特别是非常可惜的 就是六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 一批传统的文样 是毁于一把火 一把大火 一把大火烧掉了 大批传统艺术精品 此时的南京民间工艺社 也被改名为 南京无线电原建厂 苦学多年的技术 突然间没有了用物之地 张芳林对未来越来越迷茫 都不从事 没有 就是我家父亲拿来 原来民间工艺厂的那批人 都改好 我家父亲的话 他有十年去做游击部里去了 就不做了 甚至到幼儿园 当然那个幼儿园老师去了 在厂里的日常工作 被迫做了调整 但张芳林骨子里 对剪纸的热爱 却从未削减 他的业余时间 除了剪纸 还是剪纸 改行虽然没做剪纸 但是我是包括去美术化 去绘画 搞宣传 跟文化这块 还是没断的 不像他们 有些人整个就是 十年丢掉了 你还要不停地练 如果有一段时间 你不剪的话 再剪的时候 那个剪纸 那线条就不流畅 都会一直 就像全部的一手 去不敌口一样的 1972年 南京恢复了民间工艺厂 因为能换去到外汇 那个剪纸也出口了 1975年 南京工艺美术系统 组建721工人大学 由于张芳林 始终没有放下 对剪纸的练习 建议出众的他 顺利被录取 专业的美术学习 为张芳林的剪纸创作 打开了一扇窗 也为他从剪纸技工 成长为剪纸艺术家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6年 张芳林如愿 调入南京工艺美术公司 专门从事剪纸表演 和创作工作 但是生活的艰辛 依然没有太大改变 陪伴的时间 陪伴的时间非常少 因为那个时候的话 工资 他们的工资不是很高 然后呢 很多情况下 就是通过这种 一些晚上的 一些老外 在一些酒店里面 休息的时候 他去表演 可能去振一些 额外的一些开心 尽管生活艰苦 但张芳林 还是乐在其中 他夜以继日地 刻苦钻研着 这让他的剪纸记忆 日渐精湛 逐渐被称为 新一代的 金灵神剪章 哪是剪刀究竟 央子全在心灵 一剪刀下去 像蛇一样的 有剪 它有的地方 要掏空的时候 它剪安保 随着记忆的提高 张芳林发现 如今的剪纸 已经无法和当年 相提并论 不少手法和花形 濒临失传 他意识到 自己要为剪纸 这门传统技艺 做些什么 坚守钻研 民间绝技 濒临失传 又失而复得 看都看不到 他们年轻的都不知道 传道授业 南京剪纸 从后继无人 到百花齐发 我们以前的话 是比较难 找不到的 我们两次都不愿意做 剪纸大师张芳林 马上继续 1976年 张芳林开始着手整理 恢复 过去丢失的传统剪纸文样 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图书馆 张芳林 查找到了学校保存的 五十年代 南京剪纸图样 也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 南京传统剪纸资料 张芳林如获至宝 全都一一复制下来 在南京剪纸众多的记忆中 豆香花算是独一无二 独具地方特色的剪纸艺术 一种花纹 一次课程 却可以豆拼 而呈现出七种 不同色彩的艺术效果 图案造型 简练生动 色彩鲜艳强烈 富有浓烈的装饰效果 但是因为历史原因 豆香花这一记忆 曾一度濒临失传 豆香就是八月十五 烧香的上面一个装饰画 贴的上面的就是彩色的剪纸 后来到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逐步逐步 因为没有这个习惯了 就是不做了 一般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了 为了让更多人 看到南京的豆香花彩色剪纸 张芳林凭借小时候 对豆香花模糊的印象 开始逐步恢复 豆香花剪纸记忆 主要的困难 它有一些材料 现在就没有了 比如讲 它那个金 金的那个金纸的材料 我们五十年代 都是用的那个广东佛山的 就是皱纹金 但是现在有个 好在有个什么 就是现在我们 那个南京的金箔 应该比它更好 然后就每天晚上 就会去画这个画稿 然后一遍遍去试验 然后再去拼制 然后就是一步一步的 相当于真是从 像考古一样的 从舞蹈游这样去发掘出来的 因为当时也没有什么实物 这样去做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张芳林的潜心研究 艰苦打磨 这项技艺失而复得 获得了首届东方工艺美术之都博览会 迎春花奖 首届中国剪纸艺术界 银奖等多个奖项 2008年6月 南京剪纸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这些成果更加激励了张芳林在剪纸风格上大胆创新 2009年张芳林创作的金箔剪纸作品 更是让所有人眼前一亮 凭借娴熟高超的技艺 和大胆创新的精神 张芳林开创了南京剪纸新风格 她的作品 名阳海内外 2008年 张芳林被授予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 2009年 被评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南京剪纸代表性传承人 各种荣誉接踵而至 但是张芳林并没有感到多高兴 因为一个新的问题需要她去面对 如何让南京剪纸继续传承和发扬下去 到哪里去寻找合适的接班人呢 首先她打起了自己儿子的主意 那么张芳林在儿子这儿能如愿以偿吗 张芳林的儿子张军 2003年大学毕业后 进入了电视台工作 对传承减职 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 但是倔强的张芳林坚持让儿子辞职 跟着自己学手艺 如果你要是真正愿意的话 可能我从大学毕业以后 我肯定就直接做这一行 为什么还要再到媒体去工作 你必须要有一个传承下来 对吧 你没有传承 你难以见证 你就失去这个灵魂 就这样 父子之间发生了争执 如此反复多次以后 张军渐渐理解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就是这种担当的责任 所以慢慢慢慢地 就是我父亲让我 比如说再去做这些工作的时候 自己不会像以前那样 说我不做 也会去配合他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下 张军秉持十年磨一剑的匠人之心 顺利地接过了父辈的一波 成为南京张氏简直的 第五代传承人 我们做了一个立体的传承 首先我们家族 做家族的话 现在就有八个人 有四个高级工艺师 还有四个传承人 专门做这一行事 为了更好地普及剪纸艺术 如今的张芳林 工作重心逐渐从艺术创作 转移到了剪纸教学上 2010年 张芳林在著名的甘西古居 创办了金陵神简章 简直传习所 招收学员 传道授业 当时也知道要出国了 然后也比较希望能留下一点 去了美国之后 也可以和大家介绍 说这是中国的传统 有的时候我们叫要掏动的时候 我就会扎着手指 是会流血的那种 真的是会流血的 学习剪纸 绝非意识 不但要有扎实的美术功底 更要有千磨万练 还坚韧的精神 这些年里 张芳林的不少学生 往往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半途而废 放弃剪纸 很多的这些学生 学了一年两年以后 或者是 其实有的学了四年 剪得非常好 可是当他们有一天 突然跟我父亲讲 张芳老师不好意思 我不能跟你再学下去了 因为我的妈妈 或者我的爱人 说要早上工作 因为我要生存 我要上班 我要增工资 这些年吧 我们也带了一些好土地 但是因为我们在体制内 我们有些想留下来 留不下来 有些他们也不太愿意住了 去睡了以后就走了 随着国家 对传统文化的重视 来剪纸传习所 拜师学艺的年轻人 越来越多 此外 张芳林还在学校 社区等地 举办了各种 剪纸讲座和学习班 真正让剪纸 走进校园 走进大众 如今跟张芳林 学过剪纸的人 遍布各行各业 早已超过一千人 岁月更迭 终不回 一剪之巧 夺神功 八岁直剪 首艳五十年 张芳林说 一辈子能干好这一件事 就足够了 希望南京剪纸 在我们中国剪纸的 大的花园中 能开到这个花园 越开越好 越开越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于